这个是Orga Dune的停车厂 就是泰国比较有名的一个有机的餐厅 然后它的停车厂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太阳能板 我以前来的时候它是没有的 应该是最近新做的 那我以前看到太阳能板呢 也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感觉它应该也省不了多少电 对不对 但是但是 但是就是最近几个月呢 这个电费一个月比一个月贵 我就发现用电真的是 非常费钱的一件事情 让我就想到我应该要想一想 是不是也要搞搞太阳能的板 去年2022年12月底的时候 上海出了一个新闻 上海人家的电突然间变得特别特别贵 比以前每天都要开空调的 那个七八月份都要贵 然后上海人就是比较在网上面抗议 大家都在晒这种离谱的那种电费的单子 然后呢最近几个月呢 泰国人也在泰国的那个Facebook上啊 晒那个泰国非常离奇的电的单子 就有些人家里都没有人的 哇电费都要很多 然后像我以前一个月电费也就两千三千泰铢 上个月猜一猜我的电费到了多少啊 六千七百泰铢啊 我的苗圃就上个月终于装了电了嘛 然后呢以前拿办公室的电一个月也就是两百泰铢啊 用苗圃自己的电 而且是农业用电啊 农业用电啊 它农业用电是比这种居民用电是要便宜的 结果我一个月花了九百泰铢的电 我终于能理解为什么我以前去别人家苗圃看 他们都会装这个太阳灯板 你看你可以拍到这里很多太阳灯板 就说明这个电真的是很费钱的一件事 它如果不是因为要省钱 它不可能会搞这么多太阳灯板 我也不知道太阳灯板怎么搞啊 说真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来学习想象 这旁边那个黑颜色的线 应该是用来收集太阳能的 因为它这个停车场的面积还挺大的 我觉得呢 应该是可以啊 给整个欧格雄白天供电 应该是可以的 好了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 然后继续再聊聊店的事情 上个月的时候呢 泰国不是选了新的总理了吗 选出来的新的总理也是想要帮助 泰国人民把这个基础的生活成本给降下了 哦来来来拍一下拍一下 你可以看哈 这个是停车场的那个板吗 对不对 上面有黑颜色的电线吗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电 后来是移到了 全部收到了这地底下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反正是不一样的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你拍一下我的脚 跟着我的脚 你看哇哇哇哇哇哇 那边也是 你看它这个也是 哦这个也是哇 把这个电存在某一个电池 然后这个电池估计就是这边的某一个房子里面 我们的猜测我的猜测 有三种粪了 对这里有三种蕨类植物了 很漂亮哈 这个是超级巨型的鸟巢蕨 我们办公室有一些没有巨型 但是我们要等它长的巨型 对吧这个是很漂亮的 对这有点像竹子一样 它其实是牧贼粪 粪啊对不对 里卖的是他们自己农场种的有机蔬菜了 我们的苗浦用电呢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申请 所以我就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去七个月前的视频啊 去研究怎么去申请用电啊 苗浦的用电主要是用来浇水这件事是吧 浇水是需要用电的 正常如果你是用那个自来水管 那肯定是不要用电的 但是我们是要用那个池塘里的水啊 就你浇灌植物啊 最好是要用池塘里的水 或者是打地下水来浇灌植物啊 很少有人会去用自来水去浇灌植物 除非是家里面啊 就其实在家里面 你想啊有些人家里面养鱼 其实也是要把那个自来水 放在桶里面放个三天 然后才用那个水去养鱼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养植物的话 最好也是要把那个水里面的滤器给散发三天 然后再用来用那个水干净的水去养鱼 那个就是我们跑去申请用电就花了很长时间 他也是要有好几个部门去申请 首先你要证明你那个是苗浦 就是你必须要讲啊 你是种的是什么植物啊 这个植物怎么样啊 你要给他讲 其次你要有一些证明 你在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出口嘛 所以说这些文件都是有的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 你今天讲了明天就有了 你要跑了几个月下来才申请 然后 然后我发现 原来要申请用电的话 那个电线杆是要你自己做的 不是说你申请用电 那个泰国的供电局就跑来帮你把这个电线杆子给安上了 然后怎么样了没有 是你要 我就是我要先去看看人家的电是怎么用的 怎么电线杆是怎么安的 就我先去学了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又一个电线杆 泰国的电线杆以凌乱著称啊 没想到呢我自己要在这里搞电线杆了 这个是一个电线杆啊 我们现在苗圃不是没有电吗 我们要申请电 申请电呢申请电也花了蛮长时间 因为我们要走流程还蛮蛮久的 然后呢没想到要自己自己自己在苗圃要去做电线杆 然后再呢才能让政府的人来帮我们装电 所以说我们来研究一下怎么弄电线杆 那首先这个电线杆呢是6米长 然后呢挖到里面是1米 对吧 这个电线杆拍拍慢一点 这个电线杆是6米长 这个电线杆有6米长啊 这样黑颜色的高 你看上去没有6米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外面只有5米 还有1米是在这个土里面 这个地下是要挖1米深 然后呢上面是整个杆子是6米 然后在这里是弄个水泥柱 一开始我觉得搞电线杆塞子太难了 现在看看好像这跟做苗圃差不多 我们做苗圃那个柱子也是要往下面挖的 然后上面也有多少高 但是这个是比苗圃要高了 对吧 这个是5米高的一个电线杆 我们要想一想在苗圃怎么设计这个电线杆 放几个电线杆 然后怎么搞 然后呢这个工程怎么做 然后去哪里找人做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去想的 很麻烦了 我们要想好这个电线杆放在苗圃的哪里 然后呢去找谁来帮我们做这件事 毕竟我不可能我来做的了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去扛一个这么重的东西 这个东西买过来怎么买怎么运过来 这个东西这么长6米怎么运过来 然后呢找个谁来做这件事 这个东西肯定很重的 不是女孩子可以做的 肯定要找工人来做 然后整个工程要搞一下 是要自己去摸索的 没想到做苗圃 还有蛮多事情要从零开始学习 就我去了一下别人的地 那因为我们自己扎住的地 其实也是耗死 也是要自己立电线杆的嘛 然后就去看了一圈 然后搞完之后 我们要找人挖口 挖地 然后立电线杆 那天我去了 但因为清脉空气实际上太差了 空气很黑 然后我在雾霾情况下很难受 所以就他们挖了一会儿 我看了一会儿 我就赶紧回家了 就没有全程的看他们怎么把这个电线杆安上 其实是要要买是吗 这要看好 还得比较早 空气很不好 所以带了个口罩 但是这个电线杆安上之后 等到通电又等了很久 不是说我电线跟弄好了 你来验收一下吧 他就马上来验收 他这也是要有排期的嘛 然后排了几个月 终于最近 其实就是上个月 我们才用了整整一个月的电 然后整整一个月的电 竟然就花了900台铸 我们以前用办公室的电来抽水 来浇灌 也就花了200台铸一个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最近泰国的电费在往上升吧 因为像我们家你说用电多 有可能是因为4月份 因为泰国比较热 所以就是开空调嘛 家里两台空调要开 有可能是因为在家里面待着 你就说用电多 是因为我一直在家里面开空调导致 但是苗普啊 苗普他这个电 也没有空调 对不对 他最耗电的就是一个抽水器 他竟然也花了900台铸 这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苗普装了一个电线杆子 但是只装了一个电线杆子 装电线杆子还是挺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买一个拖线板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整个苗普可以插电 你看我们是买这个拖线板 这个是20米长的 但我们整个苗普大概50米 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要买两个 一个是这个 虽然我们苗普地很大 但是现在只有一个电线杆 先弄一个这个 然后再买一个30米的这个 有两个连在一起用了 只能这样子 因为电线杆挺贵的 这个还好一点 就是在苗普我们抽水啊 平时给手机充充电啊 都可以用这个 有了这个还可以在苗普里面 工人工作的时候 还可以那个擦一个电风扇 那这个就是我们终于装完电线杆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电线装着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 这样子 很简陋的 用一个拖线板 拖线这样子线 就我们在烘坡买的拖线 然后这样子 在里面啊 插成传传传 要两根 因为一根太短了 我也不知道 烘坡最长的没有多少长 然后就 是要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啊 这里就是我们抽水的地方 然后呢 还可以放一个电风扇 在我昨天又买了一个二手的电风扇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这个电风扇啊 苗普又放了一个 因为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尽量要买二手的啊 这个是买的二手的 然后呢 是这样子 这是烘坡的另外一个 这个插上去之后就可以抽里面的水了 然后抽到的水呢 这我们最近新做的哈 抽到的水就到这里 前几天还在弄哈 现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这机器也是二手的 一个日本的二手 密疏密疏密疏 我也不认识 但我们之后还是要打紧的哈 现在正在研究大概要打多少钱 哦 你看这个我们正在搞水管 挺好的了 太多事情要做了 我已经头晕脑脏了 这个小包包 是干嘛的呢 是因为我们要摘 我们办公室的芒果了 是这样子很配合 我们第一个月是一百九十度 现在已经三百度电了 这个就是搞笑的事情 我们这个只浇水的一个苗圃哈 因为我们现在苗圃哈 只有一个 把这个整个地全部建完苗圃 那起码还得再建四五个 那变成我们一个月的电费要五千株了 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 我家这个又开空气进化器 又开空调 一个月也就是五千株 这里就浇浇水还要五千株 那个就是搞笑的事情了 这个就是我们栽来的小芒果 这个就是采芒果的小被篓 阿姨继续去栽芒果了 做农业 你看要跟土地打交道 其实要接触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 例如电线杆 例如什么 今天我终于知道 这个电线它分为外线和内线 那外线它是有法律标准的 内线的话你也不能太长 否则的话这个电线就这样子荡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之后我们如果要整个苗圃建完苗 整个土地上建完四五个苗圃的话 那肯定是在装 应该还要再装两个电线杆 不可能 一个电线杆 用所有的所有都是用拖线板拖 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这个是很需要研究的事情 慢慢学习 学习和土地打交道 学习用电啊 用水啊之类的 就是很多要学习了 但是每天学一点点就行了 就像那个织布鸟样 每天咬一点树枝一样 咬一点草一样 一点点学习 一点点学习了 是美意 在泰国 我要把鹿角蛟卖到全世界 就像这样子一样